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看不懂的三维结构 你看它中间这张纸 它上面下面都拼不回去 很多人说中间是用胶水粘起来的 我们靠近一点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胶水 确定这是一张完整连续的纸 即使我把它翻个面 很多人也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甚至比之前更懵了 这张纸怎么拼都拼不回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是一个拓扑结构的问题 只要我把它拧转一下 大概就可以看到明白 我去连我自己也懵了 我知道了方向拧反了 从另外一个方向拧转一下 走去看 这其实是一张完整的A4纸 中间是没有胶水粘起来的 只要准备一张完整的A4纸 按照我的方法把它对折 折出对应的痕迹 再把它裁剪出来 你就可以把一个二维的平面 变成一个全新的三维物体 你学会了吗 你学会了吗